欢迎您收看9月2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宇宗翰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 提醒您这两天恐有台风先后接力生成 并且在舟山之后影响台湾天气 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明两天各地为多云倒晴 但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西半部天气炎热 桃源以北将出现三十六度高温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局媒体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 历史性飓风多利安在巴哈马北部 造成灾难性打击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发布飓风警告 继续新闻广播公司BBC的报导 飓风多利安巴哈马遭鼓及飓风横扫 先继看到大纪元时报 纽约大都会版报导 深夜港警暴力升级 地铁站大人抓人 继续看到大纪时报台湾版报导 中国异议人士 人群捍卫者陈光诚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的对中策略 值得赞扬 来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日本经济新闻最新民调 七成支持对南韩加强出口管理 来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导 南韩总统文在寅 启程出访东南亚三国 早安新唐人先来带您关心 9月1号美对中共新一轮的关税启动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9月双方的会谈没有取消 而他在贸易战中的做法 会让中共政权在处理香港问题时 有所顾忌 9月1号0.1分起 美国对最新清单上1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开始征收15%的关税 其中包括鞋类产品 智能手表 平板电视 蓝牙耳机等 而中共当局也对美国开始加征 5%或10%的关税 川普总统周日推文说 根据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 关税不会对美国消费者影响太大 因为中国的货币贬值 给了我们的进口商一个折扣 进口商还可以找到中国以外的供货商 绝对值了 我们不想成为中国的奴仆 从去年初开始的美中贸易战 对中共正在造成巨大打击 周六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中国工厂的生产活动 8月份已经连续第四个月萎缩 标志着中国经济继续减速 8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从7月份的49.7继续下滑 下降到49.5 而指数低于50 意味着经济萎缩 周五 美国总统川普在前往戴维英前表示 美中贸易双方会在9月进行谈判 川普还表示 关税对中国影响巨大 13%的美国公司正在离开中国 川普还提到了香港局势 他表示 如果不是因为贸易战 北京对待目前的香港问题 恐将更加无所顾忌 新唐人记者曾文先 张琪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五级飓风多利安 侵袭大西洋岛国巴哈马 面对这场被称为30年最强的飓风 美国东岸严正以待 预计接下来可能会有2000万人受到影响 周日下午早些时候 5级飓风多利安在巴哈马群岛等 阿巴克群岛登陆 持续风速最高达每小时185英里 以每小时约8英里的速度向前移动 预计飓风将给巴哈马群岛带来 长达两天的暴雨和大浪 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 一些地区的海浪可能高达18到23英尺高 降雨量可达到30英寸 飓风离开巴哈马群岛后 预计将向西北方转向佛罗里达州 周一晚间至周二 可能会登陆佛罗里达半岛 届时飓风将降为4级 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40英里 美国将有2000多万人受到影响 佛州 乔治亚州 卡罗莱纳的12个县 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佛州的一些地区正在进行强制撤离 新台人记者王宇因综合报道 香港人反送中抗疫从6月9号起 已经将近是3个月 本周末全球又有多个城市 举办活动支持香港人为自由抗争 新唐人的多国记者为您知己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恩德尔 和资深陆合党成员麦卡尔 周六发表声明 批评北京方面 未能履行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破坏了香港的自治 加深了民众不满情绪 世界多个城市的港人及当地民众 为香港加油打气 呼吁众多人支持香港 香港反送中活动持续发酵 且愈演愈烈 一些民众聚集在巴黎共和广场 组成香港之路 声援香港的民主运动 全是兵器材和民族的抗争 他们可以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状态 记者现在位于东京新桥车站 来自香港的留学生和日本民众 一起举着守护香港的牌子 高呼称香港口号 用行动来声援香港民众 香港人没有一国二制度 香港人没有香港 香港人没有香港 接下来是台湾 日本 香港人们 努力 美国西海岸的蒙特利公园市 洛杉矶香港论坛周五晚集会 重申港人的五大诉求 有艺术家制作了黑色的五星旗 抑郁在中共黑暗统治下 香港紫金花正在流血 支持香港人 支持我们大陆人的未来 支持我们中国的未来 香港人 加油 旧鸡山的海滨广场 上百名民众手持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反送中标语 单手五眼 静默站立 通过自发组织的快闪行动 支持港人 并强烈谴责警察暴力 殴打示威者 香港人加油 香港加油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8月31号香港自发游行演变成多区冲突 港铁太子站发生持不同意见的示威者口角及动武 之后四五龙小队赶至港铁站向车厢内 手持雨伞的乘客灰警棍造成了二十亿人受伤 当中有五人情况严重 而优马地地铁站也有四名伤者 救护员被铁闸阻隔在地铁站之外 他们哀求警方让他们进入地铁救人 但港警却声称伤者已经送医 不愿开闸门 让救护员入内确诊 众号小队直接冲入港铁太子站 陷续暴力抓捕虚威者 警觉者进入车厢 虚放胡椒喷雾 对着手持雨伞的乘客狂挥警棍 民众惊慌抱头痛哭 港警对着市民进行无差别攻击 还有年轻孩子被打到跑过血流 车厢地上全是血迹一片狼藉 而在牛大地地铁站也有四名伤者 救护员被铁闸阻隔在地铁站外 他们举起横幅哀求警方 让他们进入地铁站救人 但港警却声称伤者已送医 不约让救护员确认 而港警公关科召开汽酒会表示 称港警士适当武力 并称警员会凭专业经验判断 车厢内的民众是否为示威者 反驳无差别攻击的批评声浪 太子战事件造成21人受伤 当中有5人情况严重 一群在香港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工作者 发出联合声明 表示港警对普通市民和示威者的 无差别攻击行为正在加剧 医护提供救援被阻碍 打击治疗信任 将使得香港有机会陷入 前所未见的人道危机 新桃人亚太电视张远廷 特地报道 继8月31号民政集会和游行申请 悖剧后 9月1号港人又推出 九二罢课集会 罢课集会由香港大专学界筹办 呼吁大专生以及港九区 新界区等中学生大学生一同参与 目前筹备平台已经收到警方批出 不反对通知书 新唐人电视 今天也会从台北时间早上十点半开始 为您全程直播 印度官方公布 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成长率5% 是六年来成长最缓慢的一季 八项行业中有五项行业成长放缓 这也促使莫迪政府最近宣布一系列 刺激经济措施 美国政府对3000亿美元中国大陆商品 加征15%关税 已于8月30日看赞于联邦公报 美中贸易战将在9月1日起 对苹果带来实质冲击 川普禁售令又一家美器受到影响 美国晶片制造商Marvel 因华为订单流失 因而下修猜测 估计到2060年 日本人口将减少近三分之一 届时六十五岁以上老人 将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美国多家专注于照护产品和服务的 创新公司认为 日本高龄化社会充满可期待商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酝酿独立参选 有周刊报导 他有意找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二哥 高雄医学大学副社医院院长侯明峰 来担任副首 郭台铭周日表示 他绝对是合适人选 还说很多事情是见光死 要媒体不要追着问 如果我要找一个 能够跟我一起来 经营中华民国的未来 我觉得 他绝对是非常合适 我感谢各位媒体的提醒 这个 我不晓得这个新闻怎么出来 但是 他绝对是一个 非常合适的人选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见光就死 我想我最近会最短的时间去看他 我想你们应该促成这个事情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就容易促成 郭台铭说要找侯明峰 会不会觉得是要同一支 那郭台铭同事长既然拿到荣誉的党员同志这样一个证书 我们相信国民党是个大家庭 我们欢迎郭台铭董事长 能够继续在国民党团结的阵容里面 让我们一起努力 凭2020年 让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韩国瑜强调期盼蓝银团结 但他在台上致辞是表示 台湾要进步 要靠手上这张选票 就算银行存三亿都没有用 也改变不了政治 被外界质疑 可能是在暗奉近期也在酝酿参选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针对他改变政治要靠选票一说 也有网友留言表示 是讲给去年投给你的人听吗 钢警假扮示威者 香港民主派痛斥冲突升级的背后 港府是远凶 更多新闻内容 下节早安新唐人 带您了解 时尚明镜精品味育 合意敬畏美学 多样造型明镜 各式味材精品 敬在合意 本文字幕志愿者 the pulse of the city it's like a heartbeat that never stops in this vortex what's important is stability no matter what shocks life delivers it's a bumpy road and on a bumpy road you need a steady ride everyone has that little something that keeps them steady stability it's an art it's a science in this 脚是人體的第二心臟 足弓則是身體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墊 采用德舒服專利濾精乳膠 防眉液菌透氣除臭 遠紅外線 平均釋放足部壓力 減少膝關節耗損 讓您久站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德行天下 零四二五三一九三八八 賽德關心昨天九月一號 港人響映網上號召到機場 和你塞抗議 要求港府回應五大訴求 防暴警察在晚間六點半 驅離清場 然而港鐵配合港府與警方行動 停開機場快線與東永線 示威者只能徒步離開 警方在多個地方攔截搜查 透過我們昨夜的直播畫面 您可以看到 周遭民眾有人痛罵港警黑社會 也有外國人則右眼表示抗議 示威者昨天步行十八公里 數小時之後才能返回本島 中途有大批的私家車 發起了Back Home救援行動 意在抗議者安全回家 香港眾志在臉書貼出照片指出 敦克爾克大撤離正在香港上演 大量的車主幫助數千名抗議者 營救到安全的地方 8月31日刊春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 最暴力最黑暗的一夜 港警無差別暴力毆打市民 而假扮成示威者的港警被揭穿後 與示威者爆發衝突 期間還有警員向天開兩槍 實彈示警以下彈殼 民主派召開記者會批評 形容港警的行動有如恐怖襲擊 如同元朗白衣人打人事件的翻版 警察與黑社會又有何區別 朝著對警察丟出汽油彈 仔細一看這位黑衣人士 背後佩戴著紅色的發光裝置 另外也有民眾發現佩戴著 紅藍發光裝置的黑衣人 暴力拖刑示威者 記者不斷逼問到底是不是警員 你是警察嗎 你是警察嗎 而在維園有四名同樣有 紅藍發光裝置的黑衣人 被示威者揭穿是警察所假扮 雙方發生衝突 假扮成示威者的警察 竟然拿槍對著市民 其中一名員警還對空名槍 而在現場也發現了實彈子彈殼 回顧八月三十一日 香港警方反對民政發起遊行 大批市民示威者 自發到港島區一帶聚集 演變成激烈的警民衝突 警方出動水炮車驅離示威者 以及發射多枚催淚彈 而在地鐵內更有港警 無差別攻擊民眾 民主派召開記者會 刺責港警暴力 批評根本就是721元朗恐襲事件 是用行形式的方法去打 打到一些市民 是普通的市民 這個是和7月21日 在元朗發生的無區別的恐襲一樣 香港人會問究竟警察 和黑社會有甚麼不同 這個政府林鄭是說了甚麼 她說暴力不會解決問題 要止暴制亂 現在最大的暴力是政府本身 是林鄭她包庇的警隊 8312019年的香港 是香港有史以來最難忘 是最恐怖的一夜 這個是比我們元朗的襲擊 是更加恐怖百倍的 事後香港警方否認有臥底警員 不能丟持汽油彈 但證實對空鳴槍 是因為警員的生命受到威脅 但這樣的說法 也引發香港網友批評聲浪 香港反送中局勢升溫 港警先是大搜捕生運人士 以及本土派議員 而在上週六八月三十一號 還衝入地鐵站 無差別的血腥鎮壓市民 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分析 港府以及北京當局採用 倚亂治亂的策略 這是新型態的血腥鎮壓方式 已經跟港府的這一連串的作為 大概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戰略目標 就是這個 某種程度上的倚亂治亂 那就是說港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其實採用了一種就是 動用警察暴力跟擴大衝突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是一個新型態的鎮壓的行動 他的鎮壓的型態 並不是用這個坦克車或是過去 可以看到在六四天安門 看見這樣的場景 而是他用一個更長期的 製造混亂的方式 然後無差別的暴力對待跟大搜捕 這樣的行動去對香港人民進行攻擊 那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種 新型態的一種鎮壓方式 對 那所以這種血腥鎮壓 其實已經展開了 已經開始了 我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 北京並不會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獲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香港政府大肆搜捕反送中人士 對此總統蔡英文上週六表示 憂心香港局勢惡化 強調一切都在領導人一念之間 只要和平對話 沒有什麼不能解決 也強調民主不是洪水猛獸 歡迎我們的蔡總統 謝謝總統 總統蔡英文南下台南出席公開活動 對香港反送中抗軍 遭遇港府強力打壓 蔡英文希望香港局勢不再惡化 認為最大關鍵還是在領導人身上 我們希望情勢不要再惡化 那情勢會不會惡化 就是在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那民主不是洪水猛獸 那只要跟人民好好的對話 一定可以找出一個和平的解決方法 而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再批 中共一國兩制承諾跳票 看看香港 想想台灣 蘇貞昌表示 香港人民目前處境卑微 無法守住已經被打折的民主 提醒台灣一步都不能退讓 政府與人民都要堅守得來不易的民主 新唐人的電視台南高雄総合報導 廣受關注的香港本地論壇討論區聯登和高登 聚集了大批反送中示威者的匿名論壇 8月31號聯登和高登討論區 已遭中共大規模網絡攻擊 香港警方8月30號進行大抓捕 香港眾志成員雨傘運動時期 學民思潮發言人周庭也在被捕之列 當天下午周庭獲准保釋 他隨後接受日媒電話專訪 談到被捕的情景時說 起床後瞬間看到警察有點嚇了一跳 在中共財政補貼等政策影響下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 今年來掀起轟轟烈烈的造車運動 不過就在中共當局斷捕之後 中國新能源行業 凡已經成為多家上市公司的燙手山芋 大陸豬肉價格直線攀升 8月已突破歷史高點 比過去一年上漲近75% 在大陸非洲豬瘟疫情持續 北京將對美國進口豬肉 徵收72%關稅的背景下 預料未來一段時間豬肉價格 仍會保持在高位 新唐雅特電視整理報導 二政爆發八十週年 德國總統公開請求寬恕 美國副總統彭斯也致詞 很多人以為買水龍頭選無籤就安全 但水龍頭用久了 裡面真的乾淨嗎 老舊水龍頭藏屋納購看不見 定期更換才能安心用水 iCore快拆水龍頭系列 換水龍頭就像換燈泡一樣簡單 iCore水龍頭 So healthy So cool 至深南投藝術大道 坐永久久風山藍美景 國道六號東草屯交流道下 最佳丁種見地 近市區 藝術園區 交通便利 風景宜人 在大自然的交響樂中 為您量身打造專屬的空間 享用建設 守護土地 獻給尊貴的您 中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八十週年之際 在第一個遭到納粹德國襲擊的城市波蘭維倫市 波蘭總統杜達和德國總統史坦邁爾 一同主持了紀念二戰受害者的活動 德國總理梅克爾 美國副總統彭斯等各國政要 也應邀參加了當天在華沙的活動 紀念活動從凌晨4點30分開始 1939年的9月1號 德軍在維倫市投下第一批炸彈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 波蘭總統杜達 美國副總統彭斯 和德國總統史泰爾麥爾 在維倫市和華沙的活動上 分別發表了講話 杜達表示 世界從這場犧牲了數千萬生命的戰爭中 學到了一個可怕的教訓 彭斯稱讚 波蘭人永遠不會失去希望 cza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olish people know 德國總統施泰邁爾請求波蘭寬恕德國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 並承認德國對此負有長期的責任 美國總統川普因為佛羅里達州將遭遇颶風多利安的襲擊 留守在國內指揮救災而取消了波蘭之行 新唐人記者王宇因綜號報導 接著看到今天9月2號星期一有哪些重要活動 首先是名聲消息 汽柴油今天起調降0.1元 桶中瓦斯每公斤便宜0.9元 再來是蔡總統柯市長出席計程車產業升級服務2.0記者會 財經消息中清院發布8月PMI 最後是立法院第九屆第八會期立委報導 接著帶您來看到9月2號的天氣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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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出席計程車 ainsi呢 hugo Brian 淺出席計程車 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